我们继续聚焦的是这个服贸议题 在立法院抗议的最新的现场 现在不但有学生人流的上台喊话 带领现场的民众喊口号 我们立刻连线给主播李宜轩 好我们持续守护在立法院的现场下 目前的最近的情况 在学生天校进行的就是公民开讲的部分 由每个学生以及想发言人上台 去发表有关于反服贸议题的相关看法 在现场我们也观察到了 有一群来自香港的同学 特别来到这边 代表两间大学联署来支持反服贸的协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间大学的香港学生代表 已经到了台湾的反服贸议场的抗议现场 来表达他们自己的诉求以及理念 不过在这个抗议现场 我们同时也发现 其中有一个穿着西装 头上上面写着支持服贸 他也是在那边进行静坐 而且也表达自己的立场 不过在今天抗议也是相对是比较平和的 但是越晚现在天气 所以比较没有这么炎热 学生人数也开始慢慢的增多 就是目前我们在立法院 青岛动作掌握到最新情况 再把时间交换给棚内 好的 谢谢怡萱在现场带给我们的立法院的 这个议场外面最新的一个状况